大家我们想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我们全台湾 受到封面后方的干冷空气的影响 所以天气是在转趋稳定当中 但是要特别注意 这波冷空气也不弱 会造成在我们的西班部地区 这个中部以北会达到 下降到只有12到13度 在晚上到隔天清晨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南部跟东半部地区 也会下降到大概只有15到16度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虽然说目前已经逐渐来到3月的下旬了 但是还是有这样子比较冷一点的冷空气 影响到我们台湾 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在昨天影响我们台湾的封面 已经逐渐往东面移动了 我们台湾上空还是有一些比较浅薄的云气 但是会是比较集中在 阴封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中南部的话已经都逐渐可以见到阳光了 所以这个天气是在逐渐的好转当中 但是也可以看到冷空气是明显的 南下影响到我们台湾 那么预计稳定的天气 可以持续到下个礼拜 那么未来几天 这个天气会越来越稳定 尤其是到礼拜五的白天开始之后 随着这个冷空气减弱 风向转变成有点偏东风之后 天气会比较稳定一些 但是也可以看到后续 大概在下个礼拜的时候 礼拜一礼拜二还会再有一道风门游气 逐渐南下影响到我们台湾 所以在礼拜一之前 目前看起来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把握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温度的部分 这波冷空气还算是不弱 因为在三月已经接近下旬了 还有像这样子的 这个比较冷的空气 冷空气出现 那么预计这波冷空气的影响时间 大概就到礼拜五的清晨 礼拜五的白天开始 随着冷空气逐渐的往东边来远离 那么台湾方向的转变之后 这个温度就会逐渐的回温回暖了 但是在礼拜五清晨之前 都要特别注意 早上跟晚上是比较偏凉 有点偏冷的 那么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点点 最主要就是这个白天云量 这个云量会逐渐的越来越少 所以呢 这个增温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但是入夜之后 没有阳光之后 冷空气加上辐射冷却的效应 会使得温度下降的速度也很快 那么在下雨的部分可以看到 其实降雨期都是比较偏低 只有东半部地区 因为受到偏东北风 还有在礼拜六开始 转转偏东风之后 东半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症 尤其礼拜天的水系 可能相对来说 稍微比较多一些 所以东半部还是要稍微的留意 那么西半部地区 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来看一下 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都是比较偏向稳定的 这个状况 要特别注意的还是低温 可以看到在我们中部以北 跟东北部地区 低温是有机会下降到 只有11到12 13度左右 可以看到南头 因为地势稍微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温度是比较低 那么在南部跟东南部的话 也是有机会下降到 只有13到15度 要特别注意 晚上还是比较冷一些 那么明天白天 各地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甚至很多地方 都是可以看到阳光了 只有北部跟东北部 云量还是稍微偏多 但是也是有机会 从云凤中可以看到阳光 要特别注意的 还是日夜温差 中部与北跟东北部地区 低温大概12 13度 那么在这个中午高温的话 可以看到 几乎都可以上升 来到20度以上 在我们南部地区 可以来到22到25度 所以日夜温差 几乎可以差到 将近10度左右 还要特别注意 早出晚 要记得添加保暖衣物 那么再加上 最近的天气变化 是比较明显 外出的话 可以佩戴口罩 以免感冒 那么我们看一下 最后的重点就是 这几天天气主要是受到干冷空气的影响 尤其这波干冷空气 会持续到礼拜五清晨之前 要特别注意 天气虽然是稳定的 但是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白天不要看到外面出太阳 就穿着少少的出门 其实晚上跟清晨都还是比较冷的 注意不要早点感冒 预计冷空气持续到礼拜五的清晨 礼拜五白天开始 这个冷空气就会逐渐减弱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